以兰花为主的休闲农场 透过温室让民众了解兰花之美 来趟屏东花园小旅行吧 可以感受花艺空间带来的优雅与喜悦 也可以看到教堂风格的建筑与景观池相互辉映 要了解兰花 园区也有导览 可以让民众更亲近美丽的兰花 是台湾少数以兰花为主的休闲农场 我们前身是竹田的文心兰一战 大概从24年前开始在做文心兰的栽培 在这五六年来 我们除了文心兰之外 也开始有很多的热带兰花 这里面包含我们的生耀兰 千代兰 万代兰跟我们的文心兰 在这个园区里面 事实上我们在做休闲农场的时候 就想透过这样的模式 让大家可以更了解 台湾有孕育那么多美丽的一个花卉 那文心兰事实上是台湾目前出口花卉的切花第一名 那在这个园区里面 我们也透过各种的活动 把我们文心兰的应用 让大家来发现 那像今天来讲 我们就是一场婚宴 那这个婚宴 我们就是以文心兰为主题来做这样的布置 那当然在这一个温室的部分 你也可以看到我们万代兰它的生态 那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 也设计了一个解说教室 承袭二十多年的南花经验 展现为兼具美感体验与知识的休闲新天地 分享花卉 为人们带来的生活魅力与生命的感动 闯入口处敲响幸福的终身开始 一路沿着清澈见底的水道 引领大众走进仿佛置身国外的英式白色庭园 史方新闻 郭亦文 许建议 屏东采访报道